现代舞艺术家 犀利的电视评委员 我同意无观点 这件事情我负责 最简单的做人原则 最挑剔的审美眼光 跟我聊天 就是论事 金星照火星 金星照火星 谢谢 欢迎收看由天窝茶庄 独家冠名播出的 金星照火星 各位观众可以 登录到视频网站 有优酷网 PPTV训练 看看爱奇艺 PPS 都能看到 非常精彩的视频片段 健康美丽 喝啥又 天窝蜂蜜 柚子茶 我叫朱晋芬 今年52岁 儿子今年有21岁 我最近把房子卖了 因为我爱人生病 就是完全瘫痪了 现在 我早上就出来了 晚上很晚怎么去买菜的时候才给他送 还要帮他配药什么的 平时就是想挑耳朵 挑牙缝 从外面挑到里面 牙切跳出来用手去扣 他觉得拖累了我们很多 所以他经常就这样 一直挂在嘴边的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啊 辛苦了 我要跟我老公说 生活再难 也要坚强地活下去 我们一起慢慢地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有一个信念就是等到儿子回来 今年的11月 儿子就要回来了 只要他能 一天一天地熬过去 活着是最好的 因为人活着 那就是一个家还在 欢迎收看金星状火星 我们有请猪大姐 猪阿姨的故事 妈妈咪啊你们都看到了 她在照顾老公 猪阿姨的老公在11月26号走了 对了 离开了猪阿姨 但是我觉得特别神奇的是 我当接到短信以后 我知道 她是一直在等儿子 对啊 儿子24号回来 儿子24号回来 她见了儿子一面 26号就走了 嗯 24号是她的生日 是老公的生日 老公的生日 然后呢 部队是24号宣布命令 然后应该是 帮他们买的火车票 是25号的 对 儿子呢也急得要回来 因为帮她爸爸过生日嘛 明明是这样 所以她就跟我说妈 你23号给我打电话 说妈你如果来接我签个字呢 24号我就能走 嗯 那么 我说那么 我来 对啊对啊 然后我那是 本来就给了钱给那个 进老院嘛 让他们 多弄点菜 对 订了蛋糕 老公那天很高兴 我微博上面还发了照片了 儿子和你一起回来 是要取蛋糕 对一起 他很高兴很高兴 还喝了一点点酒 喝一点酒 嗯 就不知道她 26号怎么就走了 那 我觉得 那口气啊 她坚持 说你刚才电视那个 咱们的VCR 那个时候在台上你还说 你说 儿子会11月回来 对 所以说我估计老公也在等 人那口气是不放的 他就那口气等着 等着等着 等最后儿子来了 那个气可以放下 就是那天 也不知道他要怎么 就很突然的 那天我是 陪儿子到民政局那边 医院里面出来 其实就是 人气很虚 我一直觉得 他是有病 我一直觉得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病 但是我也 好好查一查 也没有查一查 查的 我天天让他去查病 他不去 他都觉得我烦 那最后倒下 确诊是什么 是中风啊 还是脑梗 什么事 不是 他是运动神经元 运动神经元 当时医生都不知道 对 我还带他到一个 最最 就是 我什么医院都带他去看过 医院一个 很老的一个医生 他跟我拍胸铺跑针 他说不会是这个病 他一定就是那个颈椎 颊椎压迫了 压迫神经 你到长征医院去 旁规的来讲判断一下 大家知道运动神经元 这个病什么意思吗 见重人 就是整个肌肉 一天在萎缩 是吧 衰竭 是吧 但是你说他萎缩 我老公啊 倒不像有的人 缩到后面 像霍金一样 这么小 对对对 他没有 你看他照片 但他的功能 可能在衰竭的 就是他是 其实是神经根里面 就损坏了 就你还没有绝的时候 他那个后来 那个积电图 就已经反映 你里面在损 就是里面坏出来的 就是里面的神经 都坏掉 外面看不到 对 他里面神经 开始衰竭 最后他可能是 临走的时候 他整个功能已经衰竭了 支撑不了 那么大的体质的 呼吸也好了 就一下子 就跟断电了 对 他就是那个 呼吸机啊 吞咽这个机 都坏了 就是到了 后面两个星期 我们是把 范粒都打碎的 它容易喷 就容易呛 对 容易呛到 整个这两年 伺候她的过程当中 我不想问 是不是说委屈啊 或者是怎么 我摊上这个事情 当时是有 很难受 我是在台里 第一个碰见 朱大姐的 你在那门口 门口等着 进去录嘛 朱大姐现在在坐 然后我就过来坐 她就跟我聊天 后来我就问她 她把她精力 她淡淡地 在跟你说 我已经哭得 稀里哗啦的 还过来劝我 我真是觉得 我这个女人 她的 这个内心 她得有多坚强啊 因为我是打心里面 我能 就那份痛啊 对啊 你就眼睁睁地 你看着自己 心爱的人 一点点的 她失去知觉了 然后你帮不上 任何的忙 对 这不像有其他的病症 你觉得可以挽 你就可以救回来 对 救不回来 或是不像什么 什么植物人躺在那 我可能没有 断气口去 还能呼叫 给他醒过来 你知道这个病 就是一天天 看着你自己 心爱的人 一天天 对 特别无事 摔落下去 每天睡觉 说自己把灯关了以后 谁看见 自己哭过吗 我是一直哭的 其实 就是谁也别问我 问我就会哭 工作上面 他们都 开始都不知道 有时候 觉得很无奈啊 就是 年底嘛 单位里面工作又忙 然后 我一个人在的时候 稍微空一下 我就 我就不行 我就想着就会哭 那当时 那个老公 那个病还没有 完全确诊 到处在看病 林老妈觉得我 一会儿人没了 一会儿人没了 我就走了 自己陪他看病 我就走了 对对对 但是我工作 还是完成的 怎么完成呢 就是白天陪他看病 家里都安排好 晚上我就加班 就是经常一个人 在办公室待到很晚 领导后来就来问我了 你怎么白天工作 怎么完成不了 或者怎么样 晚上他们保安说 你天天很晚 我说没办法呀 我要陪老公看病 这样才知道 领导很吃惊的 后来给我发短信说 朱进芬 从今天开始 工作可以放 你家里要紧 你家里随随地你走 那个领导还不错 领导很好 那这个整个老公 最后确诊了以后 知道这个病情以后 跟儿子交流过吗 你自己单独跟儿子说 爸爸得了什么病 跟你说过吗 当时不跟他说 为什么 他走的时候 知道他爸爸已经 缺着个腿 对有病 但是不知道 是那么绝症 对啊 他一直是想开个刀 开个刀就完事了 对对对 因为他当兵 是新兵嘛当时 他这次回来 是退役了还是什么 退役了 退役了 对啊 儿子将来他做什么 没有想过 是吧 本来就有一个心愿 就是快点回来 他爸爸要他回来 所以部队留他 他也没有答应 当部队回来 有24吧 现在21 21小 然后 反正工作的母说 慢慢地找 有合适的吗 你先去做 他说妈妈 不合适的我也要做 再苦再累我也要做 我不会在家里这样躺着 让你养的 对吧 你生命当中 这两个男人都特别爱你 老公得了病了 知道自己眼看着 但是他绝对不放弃 等到儿子回来 他知道 朱阿姨身边不能缺一个人 等儿子可以来接他的班 陪着你了 老公就放手了 对 那几天看朱大姐发的微博 说儿子回来了 我们都替他高兴 又说儿子终于回来了 然后第二天看见 朱大姐还有姐夫 还有儿子三个人拍的照片 真快乐 我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就隔了一天 我在小微博看的时候 我才知道就是 这么地突然 但是我觉得 我也有写给朱大姐 我觉得 她的丈夫真的是一个好丈夫 她看着自己的妻子绽放了 她等到自己的儿子回来了 然后她选择 用结束自己的生命来诠释这份爱 对 我说她走的是无怨的 她心愿都已经了了 很安详 很安详 所以她现在要看着你们生活得更好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替你难受 但我同时也替你 松了一口气 因为什么呢 先生他不再遭罪了 本来是想了 这个病可以拖的 知道啊 我一直这样想 就能够拖着是蛮好的 总是一条命 拖的是一个生命的念想 生活当中一个念想 有这个人在 家就在 所以这个病 知道的人很少 我觉得这个社会上面 应该引起这个重视 确实有这样一个群体 在生着这样一种 很难受的病 她动一下都不可能 医生说 她不是癌症 比癌症厉害 比癌症厉害 她没有一天是舒服的 就是 如果是生癌的话 她放化疗以后 她总是可以 正常地生活一段时间 或者 她是没有 她是越来越不好 一天没有一天好 就是眼睁睁地看 看着自己衰落下去 看着自己走向死亡 她是 每一个明天都对 她是没有希望的明天 所以 很残酷很残酷的 就一个生命在 卸目的每个人不一样 生老病死 有的人是出了 天灾人火 一下子跟世界说了再见 有的人在看得病的时候 你看慢慢走 但像那个抓姨 那个老公 她这个病呢 她是 慢慢地从生命到退去 所有人都知道 任何补救的方法 都没有挺残忍的 而且尤其对家人 特别地残忍 同一个观点 这件事情我负责 最简单的做人原则 最挑剔的身为眼光 跟我聊天 旧事 论事 金星照火星 石仲物品 打�bow 窄何俄 那 東風無離 白花藏 春嵐到 四 四 放棄 蠟炬成灰 淚濕感 淚濕感 啊 相見啊 啊 天啊 蠟炬成灰 淚濕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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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5歲 來自瀋陽 我在9年前呢 追隨我的老公來到上海 成了一名上海媳婦 現在呢 在虹橋街道龍華居委會 擔任居委會幹部 可以說是三點一線吧 早上從家裡邊出發 然後到幼兒園送兒子 之後就去單位上班 那偶爾我心中的小小的夢想 也會時不時的飛出來 就是想做一個自由歌手 青春我站在 輕輕的牧場 看那聲音 披著那小花 我覺得天路可以說唱出了我平時和舞台上的兩種不同的風格 一種反差 前面是比較柔情的 後面又是狂野的 實際上我的平時的生活就是很平淡的 但在舞台上可以詮釋我自己 比較瘋狂的一面 我覺得就是自己確實也都三十多了 再不瘋狂 再不徹底的分裂就老了 就等一下你啊 鐵零 以後不許說自己老了 再不瘋狂就老了 三十五你就喊老了 就是我們怎麼辦 就是 我們四個類型你是最小的 我比你大十歲 朱大姐肯定比你大十幾歲 一二也比他大幾歲吧 我也比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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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比他大一八丈 我已經五十二歲了 對 我也四十一了 老說你是性格分裂 你覺得你個性是分裂的嗎 其實我覺得我如果做個演員 就是肯定是演各種角色都能演的 都能演 能殺得開的那種 對 我就是說 我覺得我到辦公室那個環境了 你如果讓我穿這衣服 我會不自在的 對吧 然後在這種環境當中呢 你覺得合適 如果穿一個普通人的衣服到上面 我覺得不合適 我就覺得我會根據不同的那個環境呢 調整我自己的感覺 從小出去做演員是你的夢想嗎 我想做個演員 對 我就是挺想當一個歌手的 但是我知道自己長得又不怎麼好看 現在可以做呀 然後人家講化了妝我真的是變得挺漂亮 但是真挺漂亮的 卸了妝就是挺難看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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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看的 人得三分長相 七分倒翅 而且女人過了 你現在三十五歲 你還有兩年的得少的頭 過了三十六歲以後 女人就得靠那個氣質了 對吧 我覺得十八歲十九 就是每個女人都很漂亮 從十六歲到二十二歲 真是像一包水一樣 每個女人 天下所有女人都是美麗的 然後二十幾歲以後 生活經歷不一樣就開始變了 在臉上開始有刀子刻下來了 有的人修飾的比較好 有的人演示的比較好啊 有的人就面對的比較好 但是三十六歲以後 嫁了人離了婚 或者再嫁了人 生了孩子以後 一切都遮不住了 就靠什麼 就靠你那點積累了 對 那種經歷 那是嗎 對 就是那種 所以說女人身上 最後三十六歲 生那塊肉 哪塊多餘的那塊 你把它帶好了吧 都是一種風韵 明白了吧 對 就是一個二十歲女孩帶那 就是懶孩子 懶女孩 但如果四十幾個女人 這塊有一堆肉的 小肚腩以後 你覺得她是一個風韵 對 這完全是不一樣的 對 不同年齡階段 有不同的美 對 那個上海男人 什麼迷住你了 追隨她到了上海 我們在北京認識的 在這之前 我 沒接觸過任何一個 南方的男孩 男孩 對 她是我認識的第一個 南方男孩 對 我覺得 和我們北方男孩 區別特別大的地方 就是她特別的細緻 然後做人也感覺挺好的 我感覺就是 不像我們北方人 那麼大大咧咧的 直線條 對 突然間一個文字彬彬的 一個男士 很細膩很會照顧女人 對 是吧 就這個大洞了 你絕對嫁給她 對 比如說她洗杯子 就是看著就跟那個 擺在那個 橱窗裡邊那個 橱窗裡邊那個 特別乾淨 然後晶晶剔透的 但咱們東北女孩 看慣那種出線條的男人 你看到一個男人 這麼仔細 你會不會 她現在幹嘛 揉揉揉槍啊 那個我倒沒感覺 因為她雖然做事很細緻 但是她接人帶入啊什麼的 倒不是那種 小氣巴拉的那種 就是很 還是挺豪氣的 就是說做事很細緻 對 那就好 那這是很好的質量 對 因為我在上海生活了12年以後吧 我又每年做大姐 我又回到東北 說見到我東北姐們 你知道我說什麼 我說東北娘們 在東北太苦了 對 我說你不知道我在上海生活裡 我上海男人 多會照顧女人啊 對啊 從你的觀點 這件事情我負責 最簡單的做人原則 最挑剔的神美眼光 跟我聊天 舊事 論事 金星撞火星 歡迎收看由天火茶莊獨家冠名播出的金星撞火星 各位觀眾可以登錄到視頻網站有優酷網 PPTV訓練看看愛奇異PPS都能啥看到非常精彩的視頻片段 健康美麗喝啥喲 天王蜂蜜 又有啥 大家好 我是星星 對話最具爭議人物 別第二台裡都生的全玩給國家 我覺得他可能有一個日本外號 人緣太特郎 我是教士但不是人民教士 我就是要哄我一定要哄我一定要成為明星 知面最多眼球熱門話題 他推銷給中國人的是一劑毒藥 你怎麼混進那個會場 我杜建博士樹合租房子的 利益集團支持我什麼了 給豬下個貴嗎 給過 雞呢 雞也貴 那把這一圈動物圈貴完了咱幹什麼呢 貴植物啊 行為藝術 他是在用他自己去打動物 而不是說實單的這種拖 成勝追擊 深度剖析真實自我 好萊塢的一個女電明星是吧 是 因為這老太太她比我大39歲 我說如果你真的是要把我帶上天堂 你可以在我喝的水裡面放一杯毒藥 可是因為我家孩子五歲了 我從來沒有抱我她 她抱不了孩子 原汁原味 這裡不容虛假作作 你覺得選美的第一個標準是什麼 點蛋呢 您結婚了嗎 我結過婚了 自從選模特兒以後就離婚了 不 我做了這個行動我才知道 就後會結婚了 家庭多麼重要 我現在的生活完全是我十七八歲時候的幻想 真的 真的說大姐真的 咱們沒聊過天 就我今天做一個想要自己應該做個很漂亮的女人 這是我的夢想 夢想成真了 但你聽我講啊 當媽或者嫁給老公啊 這都是老天爺額外給我的禮物 就我到了上海的時候 我拎了三個皮箱 存款上只有一萬塊錢 嗯 誰也不認識 2000年3月2號 我記得清清楚楚的 嗯 一個人一抹黑上海灘 我誰也不認識 完了以後不登一下子 7月份就收養了我大兒子 嗯 劈了啪了養了三個孩 就我一個人一拖沙 養到2004年以後突然感動老天爺了 我老天爺結果我派了一個老公 說這個女人真是會養孩子 就不容易 這邊跳著舞 這邊還養三個孩子 結果派了一個老公來 所以我覺得女人嘛就是不能放棄那個夢想 對 那個確實真不能放棄 是 真的 所以說我覺得女人都有那個認識 這個媽媽咪亞感動我的 就是每個女人那個故事 其實女人很有韌鏡的 對 這個韌鏡是特別重要的 我曾經2007年去代表咱們中國婦女嘛 去參加世界婦女論壇 他們讓我講說 現在的女人怎麼改變這個世界 嗯 然後我就想了半天 我怎麼講了全世界婦女的領袖 我們全來個各國的 我代表中國我去講吧 我說其實老天爺給每個女人 兩個公平的機會去改變影響這個世界 第一 影響 躺在你身邊的那個男人 培養 你眼下的這個男人 這兩個機會是 老天爺給所有女人去改變影響世界的最好的公平的機會 所以說我覺得看到媽媽咪亞看到你們幾個每個人的故事 就是一個人的倔強一個女人的那種淡定和忍耐 一個女人對自我那種不放棄的追求 我覺得每個人特別特別感動 給他們鼓掌 我剛才胡思亂想了一下 你知道胡思亂想什麼嗎 我說 哎呀我通過媽媽咪亞的舞台 我認識了這麼多有個性的 有故事的 有情感的女人們 她們也是媽媽和我一樣 然後我還有點那個本事 我又做個導演 又是個編舞 我想哪天我傳到個什麼音樂劇把你們全給編起來 我覺得太棒了 謝謝 我剛才真有這個想法 剛才我化妝是我這個想法 我說如果機緣巧合的話 在你們不忙的情況下 能把你們湊到一起來 找個寫個很好的本子 找個很好的作曲家 就跟這些故事圈穿成一個大故事 這麼多女人的故事 是個很好看的音樂劇 因為你們唱得都很好 而且讓你們演你們自己的故事或情感 就不用太多的啟發 你們都本身都有感受的 也不需要找參照物 所以我覺得他們有機會的話 我把這個放在腦子裡 你們也放在腦子裡 對 太好了 太有創意了 對呀我在想 哎呀這麼優秀的女人們在一起 挺好的 不是三個女人一台戲 是每個女人都是一個 一台戲很好的故事 很多觀眾可能看到鐵琳以後 什麼想問鐵琳呢 鐵琳你好 我想問你是 因為聽了你的故事 我和你經歷差不多相同 就是你老公不支持你 但是沒有非常反對你是吧 對 因為我那做服裝的 老公非常的反對 因為服裝這個生意吧 一做就是到晚上很晚 嗯 然後我照顧不了孩子 所以老公就非常的反對 那你掙完錢拿回錢 數錢的時候他不反對吧 服裝因為開的是小店 也沒有賺很多 沒有賺 然後我現在想問你的是 如果你老公 極力反對你不能唱歌 你會出來唱嗎 我也會啊 但是我肯定要再動動腦筋 想想辦法讓她慢慢接受 因為好多事情呢 我覺得不是一蹴而就的 你要作為一個智慧的女人 慢慢說服她或者是潛移默化的 讓她慢慢接受 對吧 比如今天我來錄節目 她肯定也是不太支持的 因為又是這個環境 這種大的環境她就是比較討厭 她不喜歡老公 對她不喜歡的 那我就說我今天帶我兒子 有個活動 對 具體什麼活動 我就不去跟她講得很明細 然後我帶著兒子的 對吧 又帶著家人 對 她如果感興趣問 我就跟她說 她如果不感興趣問 我就不說了 她是因為不要你抛頭路面 是一種危機感 怕你受外面的誘惑跑了 那還是沒有自己沒有安全感 什麼原因 我覺得她是很低調的一個人 她低調可以 老婆可以高調啊 但是我覺得 她有的時候是把她的那個想法 有的時候願意強加給你 還有也可能是因為我一直都是比較聽她的 就比如說我 因為我是追著她來的上海 對不對 因為你追著她 她就認為 你追著我呀 你應該一直聽我的呀 你現在不聽我的了 你這不是好像 你現在可以翻盤了呀 對呀 我追著你到了上海 但我給你生了個兒子 你該聽我的了 對我給她生了個兒子 她是很感謝 是啊 但是她覺得 這兒子也不是你一個人的功勞 這是我這麼好的 你說我沒有我這個土壤 能生出兒子還最定呢 對呀 咱中北人 這麼好的地 對不對 我剛才就跟她說 我說鐵蓮兒 你那個 家裡關係處理的肯定很好 對 不會那個姑 她老公的姑媽 對 姑媽姑 叔叔 都是她的姑姑 全部都是站在她這一邊的 對 然後都給她 加油 來加油補盡 所以我覺得她做人肯定很好 謝謝 然後呢 你和你老公的事情呢 也不能光靠騙 剛才我說你 你每次出來要騙她 我覺得這不好 其實這件事不能這樣 但我覺得不是騙 應該用善意的謊言 善意的謊言 對 因為呢 如果純騙的話 我覺得肯定我們倆走不到現在 對 我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有好多事情 就是說 不要讓她真的很不開心嘛 但是她又很反對 那我又非常想去的一個活動 所以我想我就折衷一下 要告訴她一點 比如說百分之一百 還有問題是吧 我想 百分之一百的話 我可以說個百分之八十 讓她知道 對吧 咱把話筒給公公吧 這媳婦唱得不錯吧 可以 性格也好吧 可以 假如說以後 金姐真需要她們 跟我在一起工作一段時間 咱們排一起演出的話 那個說您真要發揮點 您的能力說服兒子 那個 那我們全家都會支持 支持對吧 支持 謝謝爸爸 謝謝你們 這個問題還沒有爸爸 金姐 不是我想問你一下 我非常喜歡你 今天其實我很忙 今天 聽到你的節目我就來了 我想問金姐的是 你是如何 把事業和家庭兼顧得這麼好 因為我非常地沒有這個能力 把事業和家庭兼顧得很好 要學會放棄 你看金姐 從我都說我2000年到上海來嘛 那個時候大家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想 經常電視節目讓我去做節目 但我孩子太小 我說我這12年屬於我孩子的 所以我就 除了我跳舞 每天我練功跳舞 是我的本分 就工作也是跟你們上班 這我必須做的 然後我就養孩子 我幾乎推掉了所有的電視上的要求 不出來 所以我到北京的朋友們都說 你到了上海以後 花花世界怎麼精心去銷售滅跡了 就我說我就跳舞養孩子 然後他們唯一養孩子以後 我的生活變得特別規律 每天晚上11點我就睡覺了 早上6點鐘我就起來了 堅持這麼10年 我說我的北京姐妹一見到我說 別人養孩子養得碰頭勾麵 你怎麼越養越漂亮 我是當媽當的 真的是 然後我就是放棄了 我從去年才開始武林大會 孩子們也大了 現在他們也不需要有自己的玩兒了 也不需要媽媽天天陪著了 電視是金老師來出來做評委吧 我說好吧 我就回到電視之前 所以我放棄電視放了10年 所以說平衡啊 你不能說什麼都要 我這邊想出的名 這邊想想家庭 我希望我的孩子又愛我 怎麼怎麼 不可能的 我不是神人 我必須要學會放棄 對 現在呢孩子們知道了 他們因為孩子 老大都13歲了 小兒子也10歲了 他們有自己的紅穴玩了 就不需要媽媽天天陪著 現在我要天天黏著我兒子 我兒子說媽媽別過分 出去吧 取捨很重要 對 所以就要學會放棄 對 所以讓你平衡這樣 謝謝 我想問一個三位那個媽媽 就那個媽媽冰亞比賽時候 最後那個什麼PK也好啊 我們在說評委吧 也看得鬧心 但沒辦法我們要尊重遊戲規則 就站在那個的時候 那一瞬間誰多票誰少票 所以說你們當時什麼感覺 我從來都沒想過 就是我站在上面 我總覺得要 你真的要去跟別人爭些什麼嗎 比如前一段時間我有講 我說其實開花不為了和百花爭雁 就是不要辜負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就不要辜負自己這一生好了 我該做的事情我已經做得很好了 我一定要去跟別人去比個高下 所以 真的對這種期望不是很高 我還覺得 這就是好像媽媽咪亞給我的 這個舞台上 讓你享受了這麼多的溫暖 你還要什麼呢 我就是這麼想的 朱大姐呢 我也是這樣想的 因為 他們都比我年輕好多 和我一起PK的是一個叫冥冥 對 後台我就特別喜歡她知道吧 所以和她去PK 後來我的票數比她高的時候 我很吃驚 你們看到我這個表情的 對 我很吃驚 我想我肯定是唱不過她的 因為現在他們的音樂素養什麼 比我們都好很多 一下子很吃驚 我其實沒想過要贏啊 真的 這是心裡話 我這麼大年齡 我來參與一下已經可以了 我沒想到要再走下去 我實在是唱不過她們 真的 今天也是一樣的 我覺得我參加媽咪啊 就是 也沒想走這麼遠 我本來想就能錄一次 錄個初賽 就行了 因為完成任務 我們也是接到老師推薦我來的 我想我就完成任務了 然後結果又進副賽 我想副賽嘛 我就唱完了 我也可以跟我老公說 我說你如意了 明天我跟金染染PK 我肯定回家了就 我跟她這樣講的 我說就不用再說 我每天跑出去了 對吧 然後結果回來呢 我就不好意思說 我說我進進決賽 然後結果決賽又跟那個人急 人急很專業 我也很喜歡她 我想我決賽能夠不出錯 因為是直播嘛 我能把它很好地唱出來 而且就是巔峰 瘋狂一下 最後瘋狂一下 我覺得就行了 然後也沒有去看什麼 後面PK才怎麼樣 我覺得你看 其實你看那天結束的時候 我是最瘋的 對 我很開心的 我覺得 我真的是覺得鐵琳啊 這麼多媽媽裡面啊 就是一路走到後面啊 她真的是特別直的一個 對 我總說孩子 對 特別直 她真的就是有什麼就是什麼 然後你現在讓我做什麼 就全情投入 她是特別享受這個舞台的 對 我很享受 只要一站上來就馬上瘋狂了 對 中國女人的韌性和她們的美麗 其實從來沒有丟棄過 她們只會偶爾的放下一下 為了照顧自己的家庭 為了諸多的原因 但是我希望更多的女人呢 其實不要忘記 父母不給你養大了 你嫁了人相夫教死也好 永遠別忘了你是你自己 然後這個自己 永遠可以綻放出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光芒 在這裡呢也感謝三位媽媽咪亞的選手 和參與者和媽媽們 旁邊的姐妹們 謝謝你們 謝謝祝天下所有女人幸福 走你們自己的路 謝謝 謝謝 謝謝菁姐 同你們的觀點 這件事情我負責 最簡單的做人原則 最挑剔的神美眼光 跟我聊天 就是論事 謹心照火星 我認識一位賣菜的大媽 別人都會很喜歡買她的菜 但是前一段時間她在賣菜的時候 如果你不送蔥的話 別人不買她的菜了 為什麼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VCR 2011年度傳奇人物 56歲的超人氣女王 世界第一菜場女歌手 中國版的蘇珊大媽 有多少人能夠一夜之間夢想成真 被無數美意包圍 她就是菜花甜媽 我是菜場賣菜的 我的願望從來沒有實現過 再小的願望 都沒有實現過 十多年前 才花甜媽從安徽農村 來到上海打工 去年由於參加中國達人秀 而改變人生 她把經典歌劍 改編成賣菜歌送禹蔥 我聽到的還是 帕帕羅迪一樣的感動 你出現在世界舞台上 從此大家知道的第一句話就是 送禹蔥 用智服嗓音 唱變了電視 網絡和財場 她熱愛歌唱 她敢於夢想 她是曹耕力量的完美體現 她感動了無數觀眾 唱歌曲 哲音 唱歌唱歌 唱歌唱歌 天下的一帆 天下的一带 天下的天下 天下的一带 天下的一带 快来 买吧 天下的一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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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蔡花姨妈 哇塞 金金老师啊 我一直在电视上看你跳舞啊 我看了这么美的美女啊 然后跳起来那个舞蹈 这么漂亮 哪里哪里 今天终于见到你了 大姐 这个发型是你自己原创的吗 这个发型是我自己创的 我自己创的 咱们中国人以前其实就小便 因为在你之前 我看到是香港那个小甜甜知道吧 对他们说过 对对对 因为你出现的时候说 我说这个菜花天妈 是不是根据那个发型设计的呀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扎辫子 我妈也是扎辫子 但这个辫子跟那个年龄 是不是在咱们中国的审美标准当中 这个头发可能是优然小朋友 对我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的头发扎起了以后 我觉得真的很开心 我觉得我就像想回到小孩子 因为我的童年我就一直就是爱玩 爱乐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那时候心里无忧无虑的 我现在愁的前两年挺愁的 就是为生活啊 为各种事情 那个就是挺愁的时候 我就扎上一下就觉得开心 但您知道吗 您有多红吗 您有多有名吗 我自己感觉不到 我只是现在就是说可能越来越忙啊 忙是肯定 其实平时卖菜也很忙对吧 对那个也很忙 但这两个忙你更喜欢于哪个忙呢 这两个都是我的生活 我觉得那一种是平淡中见真情 咱们现在的忙呢就是 就是有点热闹 有点就是说有激情 但现在这个忙是你已经想象当中的吗 没有想过 没想过 从来我这一生也没想过 那你唱过 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觉得这一生可能跟音乐就没有关系了 只是自己唱唱欣赏 每次走通告的时候只唱这一首歌吗 不是我唱了很多歌 很多 就是差不多都是我自己创作的 我写自己生活的 蔬菜歌 还有卖菜歌 还有一些就是人生的感悟的 我就是用别人取调 我自己写词 真的 我喜欢写词 因为我也比较喜欢文学 那您是小学毕业了 不可能 我是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了 因为我是爱学习的人 我高中毕业没有大学 那我可难过了 那到菜场卖菜什么时候开始卖的 这个是从安徽到上海以后 就是打各种工 那你原来也在国企的了吗 以前有在国家单位的吧 原来是 以前是有个工作的 有工作的 对 因为一开始是劳动 在农村里 然后后来呢 就是人家看我嗓子好吗 就招了一个播音员 公社的大喇叭播音员 对对对 就是天天一早上开大喇叭 社员同志们今天就要求收 又是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这种 这么忙老公怎么想 一开始都是觉得应该是平淡的生活 都是喜欢就是习惯了 对 对 人要突然改变一个习惯很难的 但是可能你在家的时间就少了 对他的照顾也少了 对 对吧 他没有抱怨过吧 这一点他就比较认为 我如果干自己喜欢做的事 而且你自己觉得不嫌累 身体好的就去干 如果身体觉得累了或者怎么样 就在家休息 就在家休息 他都OK 没问题 对对对 刚我看我这人接触人也好 聊天也好 我主要看见人的眼睛 我从那眼神当中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受过苦 你受过很多苦 但是我发现你的眼睛 那个苦啊和那个不顺啊 坎坷呀 在你脸上没有留下什么太多的痕迹 对 我这人是乐天派 还是性格有关系 天生就是开朗 我以前就是那个最穷的时候 人都认为我是个人 是很很享福的一个人 天生说你这是不愁吃不愁喝的人 其实我是明天连房租都交不起 我明天就比如说 身上就剩两块钱 我还是这样 我这个人对吧 就是这些难的东西 我觉得那都可以过去的 这个是对的 这个我特别赞成 难得糊涂吗 有时候糊涂点好 有点好 你将来以后 有没有打算继续这么唱下去吗 那我肯定的打算了 因为我在那个时候 最困难的时候我都过来了 我十七八岁嗓子倒嗓子 自己始练 始练 就两年就像老公鸭一样讲话 我后来就是使劲的练 马上练出来 然后后来就买各种磁带 然后现在已经就是给了一个我一个舞台 就是参加达人秀 一下子就就好像被人知道了 但我想说个特别残酷的啊 大姐 就是因为社会特别残酷 当需要你的时候 他这都大家都关注着你 但过一段时间以后 可能又一个什么大叔啊 大哥 二哥都出来了以后 可能你就不关注那个菜花大妈了 这时候下去以后 你有没有想到过 这个就是关注不关注 跟我绝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我自己想 因为我自己唱歌是我自己的事情 因为我练我的声 比如说我学习更好的歌 那是我自己的享受 如果别人愿意听 我就唱给他听 那个跟那个什么外面的那种东西 好像我现在还搭的不多 因为我只是觉得他们需要我 我就去 他不需要我就在家里自己练 你以前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 最不一样的地方 最不一样的 不是你多忙 忙都忙 但是最不一样的地方 最不一样的就是现在 我以前就可以随便上大街啊什么 现在我自己不能随便出去 还有我现在就是被更多的人关注 我现在可能就是一个是收入高了肯定的 对对对对 还有我的这个歌 越唱越好了 我觉得比以前也进步了 因为天天唱 天天唱 对对对 以前没那么多机会 周围那些家乡那些父老乡 那些邻居们 看你的变化有什么说头吗 他们都挺喜欢我的 是 我说真的 他们见了我都喜欢我 性格好 但是他们会这样想 有的人见了我都说 哎呀天妈 我们跟你是同时代的 哎呀你追求梦想 我们要向你学 都这样说 鼓个掌 我们也要 这点我要鼓个掌 这点我要鼓掌 谢谢 那您觉得这两个 如果要你选择的话 你觉得你将来还会去卖菜吗 我将来如果卖菜的话 我肯定要开个菜场 或者开个超市 这样去卖 那天我还跟聊天 他们说菜花大姐 还会去卖菜 我自己去卖的话 我说不可能 对我自己去卖的话 他们那次我在北京 就是中央店来做节目 他们是央视的那个导演来着 就说天妈 你要是卖菜 唱给周围这一票 部分人听就浪费了 你就应该在节目里唱 更多人听 他说这个是对 这个观点我赞同 他说浪费资源 但是能走到今天来 我觉得您的性格 决定了很多 就有一句话 我觉得对我特别合适 就是天道酬勤 就是人越努力吧 就是越有机会 对对对 同一个观点 这件事情我负责 最简单的做人原则 最挑剔的审美眼光 跟我聊天 旧事论事 金星照火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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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